自去年12月启动特许产品销售以来 上海市博局在上海和北京开出了23家特许产品零售店 推出11大类500多款上海市博会会灰和吉祥物特许产品 销售额突破3000万 但上海及周边地区已经发现假冒的市博会特许产品 并且还有蔓延之势 目前已经查处了20起侵权案件 真正通过上海市博会的特许产品资产人保护 可以起到营造一个全社会 关注知识产品保护的一种氛围 依据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 上海市博局已经对市博会标志做了81项备案 并就上海市博会会灰和吉祥物所覆盖的商品 及服务类别分别进行商标注册 而市博会特许经营还将开发几千种商品 上海市博局将协同相关单位共同组建 维护上海市博会知识产权联合工作团队 处理违规事件 记者何小胞